臺灣有三分之一的上班族 超過三十歲月薪卻不到三萬 饒舌新聞唱出貧困世代哀歌 學代族有八成集中在私立學校 貧窮世襲已經成為社會的現實嗎 人人都想念的大學 你有想過會耗費多少人生成本嗎 數學作家賴以薇用數字翻轉你的思考 每週六晚上6點15分 青春發言人用你的角度看新聞 很高興